我们的第一个动作可以在躺姿下执行 那躺着的时候呢 我们的肩膀要尽力远离我们的耳朵 所以要尽量的远离我们的耳朵之后 然后再往床面去靠 那首先我们用我们的好手 或是请招呼者治疗师 拉起我们的坏手 如果换侧手呢 是有一些自主动作的话也很好 就可以沿着顺着我们的好手 或是治疗师还有照顾者的一个动作方向来跟着施力 那我们拉上天花板之后 再往上抬 然后再放回床面 过程中我们的肩膀要远离我们的耳朵 而且我们的手肘要尽量打直 好 再来 靠向我们的天花板 再回来 再靠向我们的天花板 再回来 再靠向我们的天花板 这个动作呢 原则上是可以做大概20次左右 那直到可能觉得比较酸会比较累 那过程中尽量都不要诱发我们的疼痛 那我们的天花板